台湾顾问团 可是拿下第一回合的胜利了 他提出了假处分呢 昨天台北地方法院裁准 所以王金平暂时保住 他立法院长的龙头宝座 那么国务达下个星期一 要提出抗告 这场所谓的马王斗法 到底要烧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烧到人心都浮动 这该怎么办 而这场的国会议长 在为在野党大党边 来关说司法案件的事情 我们要看到是 他引发的政治风暴啊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核心 叫做国安说 全国人你到底是能不能够接受呢 但是总统发动的可是 党政机器要来铲除异己 这个政治效应又该如何 做最完善的了结 国民党派系啊 现在呢偷起来要返马了吗 大家呢忍受他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吗 今天台湾问团继续关心台湾 带大家来做了解啊 我们先介绍今天现场请到的六位来宾 赶快呢介绍完之后 就来进行今天节目的深度的分析 我们六位来宾首先第一位介绍是 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季国栋 国栋好大家好 好今天现场还请到是文化大学政研所教授 杨太顺老师 国栋好大家好 好今天另外请到的是文化大学中参所教授 庞建国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今天现场请到还有是新任的 国民党中常委李德维 大家好 好今天现场请到资深 时事评论员是周玉珂小姐 大家午安 好还有律师高国锋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赶快就带大家来看 那么在今天第一场第一回合的司法大战 已经获胜了王金平 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我们告诉大家 依旧维持的是中党以及尊马的态度 赶快来看 他进立法院向回娘家一样亲切 暂时保住党籍的王金平 一下车连走路都有风 直播开议前三天从院长要来收行李 便成替同仁上收心操 王金平冷眼看正台角战 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菩萨 他们慢慢的啦 这个总是有改善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个依照程序走的 也不是什么顺仇大分嘛 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觉得一切以平常心 摆开马将联手操盘的内幕说 王金平用涂撒形容斗垮他的白酒 江泥化 但千算万算 第一轮中就败给地面破酒的假处分 工长甚至打算 未来五人小组开会将王金平除名 摸摸鼻子院长认了 但立法院是谁的地盘 王金平讲的 是吧 另外改变一种形式也很好嘛 因为效果大概都一样 只能他还是要配合我 只能让自己还顺利通过 顺利通过都是立法的成果 尽管是周六补上班 王金平行程满党 禁令院稳住军心 回高雄请考机才能 院长保卫战 王金平的历史实施杠出 终于希望李虹姐就像SN小组 彩虹报道 好 看到这次今天上午看到王金平 每天当然记者都要守着他来问问 相关事情的最新的进展 以及他的看法 每天他的潜词用字 相信观众朋友在这都发现 对照了马英九总统真的差很多 马总统依法来行事 依法来行政 是他习惯的一个痛调 但是在这一切的法理 至上的情况之下 大家说完全没有人味 但是看到王金平院长不得了 今天说马总统以及江一华院长 都是他心中的菩萨 公告这样子 应该怎么去看到两道之间 这个硬碰云 但是一直打到免礼针里头的一个状况 我们首先请教杨泰逊老师 那尊为菩萨了 这个心结好像有化解吗 当然是没有化解 所以只是嘴皮子上讲的好听 在这个事件上 马之所以没有得到 大多数民众的这种支持 其实他所谓的这个 遵从这个法治 其实他表里也是不一致 如果说马真的是遵从法治 如果马真的是对王院长 有这么多的这个不满 那远在一年多前 当王任满这个两年的 这个不分区的这个任期的时候 那按照这个党章 那党本来就可以 就可以很自然而然就把它排除掉 就不让他再担任第三任 那所以如果严格的按照这个法治的话 那当初这个事情就可以做了 尤其你跟他之间的心结 截来又是已久 这根本在远 远在之前就已经有心结了 可是你那时候没有做 那又让他当了一年多的这个院长 然后你现在又再回答说 我要这个遵守法治 所以按照这个法治 我觉得说 你这个已经有这个官说的这些 然后我要把你拿掉 这个在说服人上面 我想已经有了问题了 所以那对王金平来讲 因为官说这这个事实嘛 所以他宁可去放软这个声调 去谈说 这个我对马还是心存感激的 反正就应该心存感激嘛 否则他第三任可能都没法干 就轮不到他 对 所以说这个当初你也觉得 一开始这第三任 能够做到这个不分区立委 就是一个违法的开始 但是现在呢 用所谓的 大家认为的也是违法的程序 跟手续跟手段 来把王金平给铲除嘛 这个争议到现在没有办法来平息 纵使台北地方法院暂时保存了 这个王金平的这个党籍 所以他的这个院长还可以做 但是我们说到嘛 还有一个行政诉讼还要打 要不然这个党籍保存 大概只有十天的赏位期 十天过后呢 其实这天天都会惊涛害浪 但是今天看到王金平院长 面对所有的这个尖锐的问题 他都可以很软的给你打回去 当然请教德维兄嘛 你认识的王院长 就是这样子的人吗 因为觉得这次马总统的出手 相信连家派系也都认为说 实在是太羞辱人了 真是手段差很多 我应该这样讲 我想王院长的身段 跟他的手法 其实众所周知 他对大家都非常客气 非常礼貌 但我个人还是认为 在这个事件里面 他的重点在于说 要是马主席 马总统认为 这个东西是非法的话 他还是要采取法律的手段 而不是只是用国民党的党计 来做一个处理 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的确必须厘清一个问题 大家做了非常多的 前面有国民党其他的案子 这些案子都跟司法机关有关系 但是这个案子非常的特别 应该说特征组检查总长 给总统一些报告 而总统个人就做了一个决定 而转回来由国民党来处理 但并没有用国家的司法系统 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 比较同行王院长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马总统没有处理得很好 就是这个程序的一个问题 到底该走哪一条路 在这边是混为一谈的吗 这叫做国事家事混的一谈吗 我知道郁寇姐你来看到 那看到今天我们王静明院长 今天每天问他的话 这个完全的我刚刚讲的 尊马中党的一个态度 这个摆在前面 在这好像怎么打都觉得总统啊 你实在是太令人感到失望 看王院长这么好的人 到现在你把他打成这样 他都还这样的深深的 嗯 尊从你 尊敬你 那现在呢 这个法院已经给了 低回合的一个结果 判决结果出来 所以总统难堪的是自己 那当初要发动这场除亡计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件事情难堪的是双方 因为这位官说的议长 就算他最后是一个长足的胜利的话 他在一辈子当中 未来的两年多的这个任期里面 都要面对一个官说议长 面对官说党边的一个官说立法院 这是台湾的悲哀 那这个所以王静明院长 他的战略 其实从第一天到这个机场的时候的 谈话一直到现在都以尊马 而且呢这个不承认官说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长期的这个打仗的准备 那这是他的人格特质 跟他的一个非常缜密的思维 但是我还是要请教的是 你涉及官说这件事情 不是同情可以解决的 而在这件案子当中 我们看到马英九确实是没有朋友 而且呢做他的朋友 也不被他当成朋友 长期下来所累积下来的 一个倒马的情绪 这个倒马的情绪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全面的倒马 再加上蓝衣里面 二分之一以上的倒马 可是我还是要问的是 这件事情发展下去 不管是战 是和 中间所牵涉的 是宪政危机 也是道德危机 一个无情无义的总统固然令人讨厌 我们也希望马英九可以改善 而且他在用人上确实有可疑之处 我们将来接下来可以讨论 但是一个司法官说的议长 你还可以振振有词 站在那里说 你们要配合我才能够法案通过 我不能接受 我身为中华民国国民不能接受 今天王院长那个说法 你要对你的官说这件事情 要有表白 如果国民党的纪国动委员这些人 将来进了立法院 看到民意是这样子 看到这种虚假的民粹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文化 你竟然还对这位官说的议长 不要求他们改善 对官说议长跟官说党边 所过去所习惯的那种 乌臭的这种朝野协商文化 黑箱作业的协商 不由所改革的话 中华民国就不要再混下去了 好 所以最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断在节目当中 每天都提醒大家 这个问题核心叫做什么 叫做官说 叫做一个国民党籍的国会议长 他是执政党 去帮这个在野党 我们的民进党 最大的大党边科建民 官说他个人的一个司法案件 但这个问题的本质的一个发生 到现在讨论是越来越少 大家看到了言语情绪的攻防 但是看到现在走到司法的一个 这条路的时候 第一回合的结果出来 那当然接下来呢 司法这路怎么走 它是一个漫长 而且对观众来讲 可能相当之艰涉 但是呢 没办法 大家都是老谋深算 大家也在这里都是请全力 在进行对抗 所以呢 两道阵营当中 到底何时能够分出胜负 还是说现在是不是干脆 有人从中间开始 帮大家调和顶纳一下 让两道之间握手言和 这目前都是不得而知 会不会发展的状况 但是请教旁建国老师 西西安玉库姐点到 这是一个很核心价值的问题 这个有关说嫌疑的 这个议长到现在 也没有说清楚讲 关说怎么回事 但是呢 他已经在立法院 天天去上班 今天也在上班 因为呢 昨天曹一席上 他主持了下礼拜二的国会开议 也是他主持 这是一个错乱的状况 要发生了吗 当然就是说是 整个案件走到现在这个状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法律上面 有一个漏洞 那么你也必须承认呢 王金平院长呢 毕竟他在这个政坛 打滚那么久 所以他是非常清楚 就是说是呢 在这种情势之下 他可以用资源有哪一些 可以钻了巧门在哪里 对 那今天呢 你就是在法律上面 留了一个巧门 让他呢 可以运用这个巧门 争取到呢 对他一个暂时 比较有利的位置 那么这方面 当然也就回到了 刚刚呢 玉后教授所讲的 就是说 对这件事情 我个人还是比较 希望能够回到呢 问题的本质 就是说呢 关说这件事情 最少我是也在立法院待过 那么它的确是 对于我们的整体的 政治文化的影响 对于我们整个 立法院的运作 它的负面影响 是的确越来越明显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包括我觉得 王院长就算 暂时取得了上风 他也应该对于 这个关说的件事情 有个表态 这样比较好 这样子来讲 对于呢 如果你真的能够 在后续的整个程序上面 继续保有上风的话 那不只说你做人成功 你在做事上面 开始表现一点原则的话 会对我们整个国家 后续发展会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这个发展过程 当然说一切都是 马总统在带头 破坏所有的体制 不管现在大家觉得 这样子走到司法阶段 已经来到所谓 宪政危机的一个层面 这样讨论越来越多 但是在这里 大家看到面向 问题跟结在哪里 在立法院 立法院如果没有做改革 在王金平院长 带领了15年的时间以下 都没有做改革 那这个立法院 是不是也该 好好的来大家来做批判呢 但是现在我们 听不太到这样的一个声音 因为呢 王院长做人太好 很难有人批评他 但是呢 现在在立法院的 立委诸公们 你们都可以忍受 也都认为 这个立法院 这是官说怨吗 好当然现在呢 走到司法途径 司法这条路 接下来怎么走下去 打官司很专业 我们赶快请高律师 律师我要麻烦你 来我们律师 我麻烦来这边 我们要来看到说 这个假处分的结果 大家看到了 那这个现在进行 所谓司法的攻防 这只是台北地方法院 民事庭处理假处分 那接下来还有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进行行政诉讼 那昨天呢 在9月11号申请假处分 昨天就判出结果 叫胜诉 那么接下来国民党能做 就叫做抗告 那么抗告也只有两种结果 我们常常看到 这个社会案件 会有抗告这个部分 观众朋友可能在这 比较能够理解 但是先请教律师 那个抗告 国民党说下礼拜一才提 有人说这个 气势上又略逊一筹了 要等这么久吗 今天正好大家在 不上班上课 今天都有在 法院也有开门嘛 这个时候应该是 气势比较重要 还是真的好好研究 才可能在赢 我觉得抗告的部分 就是国民党当然可以 依照法令程序去提醒 这个裁定本裁定的救济 但是就是说 我们站在国民党的角度 他立刻提抗告进去 跟他如果过两三天再提 但就外界来看 可能会影响到说 有一些其他联想 但是就法律本质 就法院的审理程序来说 其实应该不会有 太大的影响 实质影响不会 因为这些的 里面的本案事实 还是一样会经由 里面的何一庭 做一个审慎的处理 跟审理 所以说如果说 因为抗告的提出 而辞误一两天 晚了一两天 或者说早一两天 这样子的差异呢 倒不会影响说 法官在这个案子里面 去认定本案事实的差异 他的抗告接下来 你觉得在这个 整个案件目前看来 国民党在接下来抗告 提出什么样的内容理由 他才可能抗告 能够赢的机遇成分会比较高 国民党看好理由 如果说是 现在还是在 民事攻防的部分的话 他还是只能针对 就这个党 对于党员的关系 去做处理 没办法牵涉到 宪政危机 跟所谓我们比较在意的 立法委员的身份 或者是院长的身份 这件事情做评论 但是就是说 如果要提出 更有具体的理由 必须要把之前就是 王院长这边他提出来说 针对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证明说 王院长这边有 避免说急迫的危害 以及他的立委 丧失的话 造成他个人本身的损害 这件事情 如果国民党能提出 一个更具理由认为说 这件事情其实 如果能够 把王院长的所谓的损害 压到最低的话 那其实是有可能 把这个抗告来打起来 所以我们要确定说 这个家属份的裁准 对王金平院长来讲 他的党员实权的行使 就是暂时 我们刚刚讲十天 这个没有错嘛 这个短暂性质的 还是接下来都OK 但是其实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 其实对法律层面 比较有关系的问题 是就是就宪法的角度 来看国会自律的问题 也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经由 一个党纪的一个处分 然后造成一个立法委员 甚至国会议长 他的身份得上变更 一个变动 那其实这个是 等于说 你在宪政上的体制 如果说宪法已经规定了 立法院长的产生的方式 那你是不是能够用 宪法以外的机制 去让这个院长的身份 被剥夺掉 甚至他立委身份被剥夺掉 不论他是在当初民选的时候 是不是用选区立委方式产生 但是大法官四字331号 虽然以前有针对这个部分 做出一个说法 就是说如果是区立委的部分 上市党级的时候 他同样会上市他的立委身份 但是那是在旧次 2008以前的立法委员选举制度 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看待他 但是如果在现今两票制的情况之下 四字331号 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个补充解释 而这补充解释机制的产生 是不是大法官有权利来主动去 来做补充解释 或者是说有三分之一的立委 去申请 用其他机制 对 让这件事情 让宪政的这个宪法的体制 更为明确 让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不会再有说 一个社团 公益社团的一个处分 就能够改变一个 宪政体制上一个首脑 他自己的一个得上 变跟身份的情况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 为什么今天大家会听到 这好是不是出现 所谓的宪政层次上的一个 这个争议了吗 那就争议要怎么样化解呢 还是两刀 真的是握手言和就没事 我们不晓得 但是律师 接下来呢 台湾高等行政法院 还有行政诉讼要打 今天有这样分析说到呢 对于国民党阵营来讲 对马云总统阵营来讲 决战点 决战场在这里 这里谁的可能性会比较多 谁的可能性比较多 当然如果我们以 就是高等 以行政法院的 历来过去的 一些判决来看的话 机关跟人民之间 人民其实占比较劣势一方 这个是在行政法院 我们俗称行政法院 有人去俗称他为 叫补徽法院 补徽法院也就是说 常常人民去跟行政机关打官司 在行政法院常常是输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他已经不像是 人民跟公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已经牵涉到了 宪政体制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能不能用过去网例去看他 就不一定能够 我觉得有可能 在这样的行政诉讼程序之中 可能王院长那边 他们或者是说 在用立院的机制 会去以大法官解释的方式 来做出这个真正的 中局的一个认定 那如果说大法官解释 能够在这里面 做出一个认定的话 其实那有可能真正去影响到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见解 是 好 这种官司 如果正常来讲要打多久 这个官司 通常啦 通常行政诉讼 如果事实很明确的话 也许一个审计 也许半年至一年 可以处理掉 但是如果说像这么 牵涉到这么大的 宪政危机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会有 更审慎的时间去做 但是也有可能 法院为了想 赶快让人民跟国家 能够停息这个 对对对 这个动荡不安的状态 所以也有可能去全力 就是把这案子 就是快速的审立 这个也是有可能 但快也要半年 你现在抓这个时间了 好 我们谢谢高律师 这番帮大家说明 那如果快也要半年 但是如果 就当一般案件继续 一路省省省省下去的话 那个两到三年的 可能性都有 所以台湾接下来 这个动荡是一定存在吗 在这里有没有更高的智慧 跟态度 愿意去 在接下来的司法途径 走下走到底之前 就能够解决得掉 当然请教纪委员 那你不知道你们现在 国民党的委员 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马上就要开议 那昨天也进行 民潮也协商了 那面对现在的立法院 你们都会跟院长一样的 平常心看待吗 一切都当没事发生 我该做事还是要做 这个站在国民党立委的立场 非常尴尬 最近好多委员 都不想要跑到哪里去 对 我也找不到人 我们也都找不到人 有一群记者在中兴大楼 说要我过去讲讲我的看法 我坦白讲 我不敢从大门进去 我就走到地下道 用走的走车道下去 然后也不是坐电梯上去 因为电梯一到一楼打开 就看到 所以用走的 慢慢走那安全梯 上到我的办公室 这么尴尬 都是自己人 那我想这个其他事情 就不要讲太多 我特别要强调 这个事情看到 政治解决还是法律解决 政治解决很简单 马 王 两个坐下一坛 一笑敏恩仇 事情过去了 要怎么做 两个可以协商 甚至自己如果没有办法 你可以透过一个一个两个三个大脑 做下协商 用政治解决是一个高端的处理方式 所以有大脑会愿意帮马忙吗 我看现在不是大脑愿意帮忙 大脑我相信很多大脑愿意帮忙 是马不愿意大脑来帮忙 不是 看总统他个人的坚持 跟他的理念 从今天他的讲法上看起来 好像他对这个法律的坚持 他是不会动摇的 所以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 我今天站在王院长是我的长辈 也是立法院的院长 当然我们对他是非常尊重 当然马总统 他是我们党主席 也是国家元首 我又是部门区立委 当然马总统他没办法 试试自己出来讲 我必须帮他讲几句话 所以政治立场 我希望大家和平解决 谈到这边 那法律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继续这样缠斗下去 你说谁要占到便宜很难讲 今天这三个法官做这样一个裁定 那我第一时间 我想说我们这些 包括总统府也好 包括我们的党部 我觉得太轻敌了 哪有时候人家派出七个律师 你派出一个 你是认为你一定赢的是不是 你既然敢打这样一个官司 你竟然就一个律师去那边 完了之后还讲说 从此以后大家不要讲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还讲这个没有用的话 政治律师 不是不是我在批评 还讲这种话 讲这种 怎么讲这种 我不晓得怎么形容 换句话说 完全无心在打这场仗 第二 政策会执行长林同志 是我的好朋友好弟兄 但是我也忍不住我要讲 第一个 同意我们赶快来 常委协商 你也去签字 第二个 党中的立场不晓得怎么样 他也讲说 礼拜二 我们行政院长 如果没有到立法院来报告 就变成宪政危机 我 我是要头口的晕掉 各位要想清楚 今天法院这个裁定 他讲说我们王院长还有党员资格 他有没有立法委员的资格 连中选会他都特别表明 我们现在不重新解释 换句话说 就中选会立场现在是 他是没有立法委员的资格 包括我们的地方台北地方法院 他说现在有没有立法委员资格 有没有院长资格 我们不谈论 我只是确认他有党员资格 我就奇怪 这是很简单的法律常识 按照选报73条的规定 你上次党员之日那一天 就已经上去立法委员的部分区立委资格 换句话中选会当时的裁定 他当时已经决定这样做了 纵使后来法院做了紧急处分 也来不及了 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有些人我这两天跟一些 民进党委员同台他讲说 你看他念下去啊 73条后后面他讲说 要送到立法院来注销 他的那个名籍啊 我问几个资深法官他跟我讲说 这个如果说判定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 注销名籍是一个行政的流程 行事而已 他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说好像一个人死了 假设一个人死掉了 你还没有去除籍 你就证明说这个人没死 你说没有 户口明不还有他的名字啊 所以换句话说 好那我讲说不确定好了 那是不确定状况 那今天不确定状况 你说法律上还处于不确定 那你就讲说行政院长不去 会有所谓的宪政危机 我要反过来讲 我今天我希望王院长还有 还有院长的资格哦 因为我们作为立法院一份子 我们希望立法院安定 可是我要就法论法 万一以后法院判定 王院长太清失去立法院长的位置 今天礼拜二 我们的行政院长来做施政报告 我问你所做的决议 所做的预算案 所做的一切法院案 我告诉你那是不是叫做宪政危机 好 其实委员这边点到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呢 其实呢 这个院长的一个身份 到现在还是一个切身不明的状态 党籍还有 但是呢 你的立委的资格 不要 有立委资格才会有这个 院长的资格 这个部分现在是打一个问号的 所以接下来呢 他继续的去上班行使之权 那接下来通过的 不管呢 是要朝野行商也好 还是接下来下个星期二的 这个正式的一个开议的动作 包括接下来 政法案也走下去的话 到时候如果判定no 那接下来前面都白忙了 你前面要认吗 要认他吗 因为他不应该是个院长或是立委 所以这个问题 问题问号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多 在这里呢 国民党只是轻敌而已嘛 昨天为什么会输 真的是律师派太少 还是律师出言不逊 但是呢 接下来律师多就会赢吗 我们先休息片刻 我们待会还要继续看 最精彩当初下礼拜二 那么这个立法院的开议 那样的场景 您应该去想一想 我们的讲一话 行政院长说 这个我已经做好 没有王金平当任 立法院长的一个准备 但接下来他也得好好 跟他鞠躬 然后赶紧做报告 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场景 我们待会回来讨论 欢迎讨论 我们 wait for one 然后来 这边 任何等待会儿 我们待会儿 我们待会儿 聊愁